审界处发表报告指生产力促进局提供价顾问项目不达标 部分更加洩钱,四年亏损三千多万 报告又批评,出信局价课程收声不足 管事和行政也有问题 陈志永报道 生产力促进局每年收政府资助大约两亿 审界报告揭发,这个负责提高香港生产力的机构 本身营运不多好 2014到19年间,局方承接了近4300项顾问 有4分1收不回成本,总亏损达到3300万 根据条例,促进局不得承接香港以外的工作 除非收回成本 但是审界处发现,局方承接了788项 当中308项虚钱,亏损达到140万 入账都有怀疑违规的情况 有员工为两个客户提供工场服务 分别收20万和7万,并没有开账单 两个客户就分别赞助员工负责的两个创新及科技基金项目 金额刚刚又是20万和7万 审界处发现,如果正常入账 不是用来做赞助费 这个员工的两个基金项目 就无法达到最低赞助要求 厨方认为局方需要全面福检 考虑是否需要跟进 而员工已经在去年9月底离职 在采购上,试过同一天 向同一间公司买两只机械臂 加上六十多万 超出了要招标的门栏 局方以用途不同为由 分开了当两次采购 审界处认为不应该拆单 规备招标 生产力局也有开办公开课程 去年开了120个 当中三分一 学员人数不足10个人 也有4个课程 只有3、4个人读 审界处认为要考虑 是否值得开办 有线电视记者神智永哥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